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日常养生课堂 现在不论是因为工作呢,还是学习的原因 肩膀疼,脖子疼的现象已经越来越多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两种食物 经常吃缓解身体疼痛,让你回复健康 1.洋葱 多吃洋葱呢,可以有助于我们身体血液的循环 提升我们整个肩部的肌肉和骨骼的灵活性 这样就可以很有效地缓解肩膀和脖子疼痛了 2.多吃一些豆类食物 比如说黄豆 因为这一类食物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甲元素 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肌肉回复正常的收缩功能 只有肩膀和脖子的肌肉回复正常了 那么才能够更好的缓解疼痛 除此之外呢,大家在平时的时候 也可以补充一些钙类的食物和维生素D 这样呢,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强壮 也就会改善疼痛现象了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穆子 说到失眠啊,很多人都是深恶痛绝的 那失眠的主要原因是脏腹机能紊乱了 所以治疗失眠 我们可以用调节气血,交通新剩的方法 那今天穆子就教大家几种小方法 中医上认为脑为原神之府 所以平时应该注重头部的气血供养 那我们可以在闲暇的时候 用一只手来梳理头皮 从额头的发际线开始 一直到颈部为止 这样可以按摩到头部的膀胱经 胆经和督脉 可以起到镇静安神 瓶肝浅阳的作用 可以没事的时候多按几次 还有如果是心情烦躁 引起干预化火型的失眠 我们可以搓一搓脚心的涌泉血 这样可以引火下行 平易干火 如果是体质虚弱 心脾两虚型的失眠 可以躺在床上 然后用掌心 逆时针按摩肚脐这里 如果是平时面色潮红 感觉手心发热 这样多属于阴虚火旺型的失眠 可以经常捏一捏太吸血 可以起到交通心肾 安心睡眠的作用 对于经常失眠的朋友 只要找对方法 就可以帮助我们改善睡眠质量 赶走失眠 物来顺应 试过心灵 可以延年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木子 俗话说 经常一寸 瘦延十年 这句话可能有点夸张 但拉筋却永远不会错 随着年龄的增长 筋都会变短 而筋短又是导致各种疾病的根源 今天给大家推荐四种拉筋的方法 可以疏通筋络 强健骨骼 增强免疫力 达到年年益寿的目的 一 双腿盘坐在地面上 然后双手交叉 向头顶上举起 用力的向上伸展到最大的限度 手掌心朝上 保持不动 停留十秒以上 然后回到原位 像这样可以多做几次 二 站直 然后将一只手向后抓住对侧的肩胛骨 另一只手抓住这个手的手肘 然后缓慢的向头部方向拉 大约停留15秒 然后换另一边做同样的动作 三 单脚站立 一条腿伸直 然后抬起另一条腿 慢慢的往后拉到臀部 用手抓住脚 身体呢要保持直立 不要倾斜 保持这个姿势15秒 然后换另一条腿做同样的动作 四 平躺在床上 然后将头伸到床颜外 双手伸过头顶 尽量的往后伸 让头自然的下垂 保持这个姿势3分钟 经常这样拉拉筋 可以预防慢性病 美容瘦身 排毒驱痛 防止肌肉僵化 那为了我们自身的健康 赶紧学起来吧 在我们身上呢 有很多的养生窝 那经常按摩这些养生窝呢 可以起到健康长寿的效果 那下面呢 就给大家呢 介绍三个常用的养生窝 第一个呢 是耳后窝 就在我们耳垂后面的凹陷处 用我们的两个手的大拇指呢 慢慢的用力按压耳后窝 像这样按压5秒 然后再松手 反复按10分钟 每天午饭后半小时 和晚饭后半小时各按一次 可以调节气血 预防糖尿病 并发症 这是因为呢 耳朵后面分布着迷走神经 通过刺激它 可以促进胰岛素分泌 从而有效的降低血糖 第二个是眼窝 眼窝就是呢 我们眼眶这里 最柔软的地方 柔的时候 要清闭双眼 然后用食指的指腹 在眼皮上 顺时针按摩10次 逆时针按摩10次 经常按摩眼窝 可以呢 起到降压安神的作用 第三个是 腰窝 腰窝就是腰部挤住左右两侧的凹陷处 按这里的时候 首先要把手搓热 然后放在腰窝处 从腰窝开始 用力的向下搓 像这样做50次 每天早晚各做一次 经常这样做 能够起到泄火通便的作用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اشتركوا في القناة